即将投入教育前线的准双语教师 用流利的英语与活泼的表现方式 还原理科教室现场 教导学生认识物质的酸碱性 课程相当生动有趣 特别是政府致力推动双语教育 但为了补足双语师资缺口 教育局率先透过六大管道 与七所师资培育大学合作 培训双语公费生 预计五年内将有90名双语公费生 分发到国中小任教 最困难的就是私資培养 因为我们不可能 后来我们在台北市政府就说 那我们是不是每年 那些录取的老师就要求要双语能力 当时要设定多少 我们不敢设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是一下压力太大 所以一开始设40% 结果还是照不足了 所以表示说私資并不是说 你想想有就要有 要迈向国际化 双语教育至关重要 双语师资更是关键所在 新加坡花了28年才成功 柯文哲期许台北市能激起直追 让台湾更具竞争力 记者邮箱厅台北采访报导 第二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